每位獎子其實已經自我介紹 然後剛好把我主持人的工作結束掉了 那所以我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淑雅 那現在我的那個正職是 進一大學法律系的老師 但是我的同事都認為 我在法律系根本就是一個臥底的 就是兼職而已 那我自己本人就是 是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的成員 那也是台灣農村政協的成員 所以就知道為什麼今天 在講大陸前線的部落廚房 清清菜菜的這件事情 就是找我來當主持人這樣 因為這大概就是 我們身邊周遭有非常多的朋友 共同關係的一些議題這樣 那對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特別是對於像包含建制大哥 還有就是很多的那個夥伴人 在部落裡面一直怎麼樣努力的 把他自己對於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人跟土地的關係 然後那個分享的那個理念 而且這種分享其實不只是說 我們對於譬如說另外一個人 或者是另外一個族群裡面的人 那甚至包含是 我們是怎麼樣跟這個土地上 生存的其他的生物 共享這塊土地 所以人在使用那個土地的時候的態度 那是不一樣的 那他們怎麼樣利用 不管是部落的廚房 或者是待會他跟大家分享的這些理念 來告訴我們說他們是怎麼樣在認識他們 自己作為一個人站在這個土地上面 然後往前我們之前有講過嘛 往前七代往下七代 子子孫孫跟萬事萬物 可能都是依賴這塊土地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使用它才行 那另外在整個這個包含我們講 環境土地人跟人人跟其他生物 其實他還有一個互相照顧的這種關聯 那互相的這個照顧 其實彼此都是有那種責任的 而不是他單純是在講說 我有什麼樣子的權利 我可以不斷的去使用這塊土地 而不顧其他的人 或是不顧其他的生物 甚至是不顧其他的世代 在時間上面不會是 不會是這樣子的態度 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也非常的高興 今天因為淑慧的邀請 然後來擔任主持人 其實是我個人對於今天所談的這個主題 非常的感興趣 而且也了解在台灣各個地方 有很多的小農民 或是在農村裡面 或是其他的部落 有那種非常小規模的 很可能在做同樣的事情 可是他們面對的是一個 我們在主流的社會裡面 也許我們的消費者 或者是我們一般的國人 我們在對於食物跟土地 或者是這個食物呢 它如何串連人跟人的關係 這件事情很嗨 雖然知道有些危機 可是我們還不太知道 要怎麼樣去把這個關係去重建起來 那在部落或是在農村 或是一些小農戶們 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面 在努力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面臨那個 他不太會容易有什麼樣子的管道 可以去跟像我們今天在場的人一樣 去跟大家分享他的心情 那所以今天也許建制大哥 以及在整個當然就是在部落廚房裡面 所做的這個工作 也許他可以給我們一個啟發 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今天在場知道的人 可以如何的再去發現 台灣在各個地方 都有人在那個小角落裡面 所做這樣的努力 然後也許他們現在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因為他講的不只是那個某一個部落 是沿線對不對 是整個流域 那他似乎就像剛剛有人講的 就很宏觀 他其實講的是一個擴展這種照顧 還有分享的這種理念 那也許可以讓這些在各地努力的人 知道說我們也許該如何去進行串延 我們在組織上面 或者是我們在自我的教育 跟社會的教育上面 可以用一些什麼樣子的管道 也許要多一點責務 或者是其他更多的那種分享的點 然後可以讓這種理念 能夠變成是一個網絡狀的 然後因此他的那種推展 會增加的有效 那今天因為我們分享的人 其實還不少 那所以小白六先開始 會跟我們簡介那個 深耕等麻門協會這個組織 然後建志大哥會跟他分享說 那部落廚房這個概念 以及部落裡面 關於菜市場這件事情 又是怎麼樣開始的 就這個想法到底是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人氣這樣 那另外岳家還有那個瑞芳 吳慧芬也跟大家介紹 其實那個要是大家仔細看到 今天的主角 除了我們的主講者 其實還有這個上面的 也不知道是蔬菜還是水果 還是季度蔬菜也是水果的 那個非常繽紛的這些東西 然後他們都會跟大家分享 那部落如何去 從那個土地上面找出這些 現在是可以滋養我們的 就是他們各式各樣的那些作物 那我們先出發時間 是不是要讓瑞芳先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其實是很開心 因為三次來哲武這邊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場 然後有這麼多 對於社會現在所發生議題 都很有興趣 也很想參與的人 那我們就跟哲武說 那我們也要來一場 然後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在部落做些什麼 那其實這個協會 在部落已經十幾年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 簡單的流程來介紹 這個協會是怎麼開始的 那我們開始部落菜市場的這件事情 也是在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對於土地 對於生活 跟對於在部落所產生的現況 我們有一些反省跟一些 就是再重新再去探討 是怎麼樣是比較對的 然後應該是怎麼樣開始 所以我們開始在Chin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自然融合的推廣 然後我有開始 部落菜市場的一個想法 那也想在部落裡頭 營造部落裡頭的內區 內區之後再往外送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 部落菜市場的一個發想 然後我們也開始做 那做的時候其實還被人家覺得 我們還蠻天真 也還蠻傻瓜的 因為真的是還蠻難 也很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 那剛開始其實也碰到很多困難 所以我們會在第一個介紹 我們會再稍微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 想要做這個部落菜市場 然後他有一些 我們背後想要帶來的議題 跟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碰到了哪些困難 那我們現在做到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再來就是 就像你們剛剛前面看到這些 你們看到了這些 剛剛有些人說 這到底是什麼 我好像沒有見過這個東西 那其實這是在部落裡頭 常常會吃也很好吃 他們從小就吃 再吃了一些食物 那這些食物都很好吃 可是在市場上面 主流市場上面 你們好像沒有看過這些東西 大家好像不了解它 那我們就會來有一個介紹 部落的傳統的一些食物 跟蔬菜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也準備了一些小小的東西 來讓大家試吃 就是部落的一個作法 有沒有南瓜 什麼之類的 然後等一下會有一個小小的試 讓大家來試試看 然後我們的月交 會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些蔬菜 然後跟它什麼樣的作法 另外我們會最後 我們在10月18號的時候 我們有辦了一場 部落清清清菜菜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有一些含 我們是很想讓消費者 可以走到部落裡頭來 跟我們的生產端有一些連結 所以我們後面會有一點介紹 我們的部落清清菜菜 到底在做些什麼 那為什麼要怎麼做 那這個時間不會太長 我們大概會花了30分鐘左右而已吧 後面其實我們會比較晚來再交流 因為大家可能在參加的時候 看有沒有一些想法 有沒有一些意見 然後你們可能有一些疑問 然後我們可以來做一個 比較相對的一個交談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開始 一開始我們先來做協會的一個簡介 請幫我按一下 來找另外一個協會簡介的部分 那協會警戒的部分我們就會請另外一個 請小白來幫我們順一下協會的警戒 好 5分鐘 等一下 我走 對 我現在手腳也是冰冷的啊 所以 而且感覺現在現場人數 就比剛剛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又多了一輩子 對 那很便宜 我慢慢爆慢速度 然後盡量不要把它介紹一下 大家好 可能 剛剛有另外在京南的朋友 說我 我姓蘇武就有輸了一些 那大家交換來比較好 然後我本身是社工 我學社工 那我現在在波羅市 在波羅市場是 主要是產業 在做產業這一塊 對 那先介紹一下 剛剛大家一直在講大安息 其實我們今天有主題是大安息 可能大家對於台中 大家很多都是台中人 所以台中對於合併區一點不陌生 對 那要簡單的去介紹的話 合併區接人可以很容易的去區分 兩個介入片 好猶豫 我都用猶豫的概念去看 一個就是大小西 大家常常聽到 然後一個是大安息 它其實會用猶豫去區接 並不是因為我們 剛剛有朋友講的很好 這個宏觀概念 其實它裡面還有包含是在族群 和文化之間的細心 對 在整個沿線裡面 其實我們自己通稱是13個或14個部落 就是整個都是一個 我們泰雅族部落的流域 在傳統泰雅族 它沿著那個溪谷 在旁邊這樣子 每個部落在那邊定居成一個部落 然後我們是沿著溪旁 然後在那邊定居生活者 所以在整個沿線裡面 我們大概就會有13到14個部落 那我們其實如果從這個 這邊就是東勢 那再下來 其實我們就在達灣 將近就在中間的地點 這就是我們的部落 在達灣部落之別 對 好 那這張圖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其實這張圖它背後 其實可以去講的故事也有很多 這也是我們自己在 比方說如果很多人認識社會單位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你再看整個流域 它不是台中 不進行吃台中 它引化了所謂的苗栗的泰雅 對 這其實後面就有很多故事可以去講 就是說在不同的區界 在跟泰雅所在認識整個土地的概念的時候 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照顧的到底是 我們泰雅族人 還是我們照顧的是台中吃的事 這其實背後就有很多遺憾可以去講 可是今天的重點會放在比較多是青菜的部分 所以我們再繼續往下一頁 謝謝 好 我們學會其實是在1996年 我其實今天看到你們在介紹921疫症的時候 我會講比較自然一點 因為我在大概上上禮拜的時候 我在跟一群高中生介紹的時候 他們跟我說921發生的時候他們才三歲 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講的時候 已經差這麼遠了 對 他講說他才三歲的時候 反而我不知道怎麼介紹下去 他可能聽他父母講過 反正就是在場應該沒有高中生 那就還好 所以就是我們是921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當時921地震的時候 南口跟排中東市那邊 然後我們山上去都會衝在一起 所以那時候很多地震倒塌 我們山上去練習授權很嚴重 那時候有一個單位進來協助幫忙 就是智山 老師這邊有認識 就是智山一個台北的基金會進來協助幫忙 那時候他主要就是有兩個社工進來幫忙 那時候工作中的一個就是家務組件 另外一個是那時候交通的斷因素斷裂 所以很多的醫療資源 包含學生的就學權益都沒有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在部落人類 開始去做一些基礎的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人藝藥接受啊 然後學同學就學的接受 然後那時候也開始慢慢在發展一些部落生計 怎麼樣重振生計 可是那時候到底要做什麼 部落到底擅長是什麼 後來回去找到的是 好像大家都有山都有地 去種一些菜 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所以那時候開始慢慢開啟 也不會說慢慢開啟 應該是說再回復到我們最擅長的一個方式 就是去學種菜 所以大家在大概 種菜醫院大概從那邊開始慢慢的 跟協會的關係開始慢慢起來 那在2002年的時候 我們成立了一個部落廚房 因為大家都知道 震地震剛剛發生的震災館 他們其實不管是台灣 或是其世界對於很多三千宣傳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震災館 即使很多人在地糾便或是移工帶證等等 我們都知道說震災館原因會解除 部落人還是必須要自益 所以那時候開始想說 那到底要做些什麼 很多時候在談到部落產業的時候 大家會有很多不同的圖像 有些人有些族人他就很 就覺得我可以蓋民宿 我可以有幫光客 就是我可以透過民宿來支持我未來的生活 所以他就去蓋了很漂亮的年動民宿 或者是說我可以做什麼 那其實那時候在地震之後 那時候大家對於部落的重建想像 有很多不同的想像 那時候其實廚房很單純是回到一個最單純傳統 是我們回去傳統去追尋到的 這個泰亞的傳統是什麼 那時候我就趴在說 其實這種傳統的一個 就是G-A-G-A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泰亞 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和型信念 所以G-A它代表是一種 一種他很難去用文字去想 他有點是祖先只流傳到子孫的 然後就是以前間諭啊 或是說告訴你什麼不應該要做 什麼不應該做 或是就是提醒大家應該要怎麼樣 要尊重武帝啊或是怎麼樣 有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然後我們就重新去找到裡面 其實在泰亞的一個很核心的 關鍵是共識、共享、共識 我們衣服就是把它收上去 就是啊 就是有這三個概念 這是一個很核心的重要的概念 就是以前部落人大家就是 我家裡有東西 我是分享在整部落去吃 我不是說我家有 我就不關心同樣 就是我家自己想用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共識共享 在以前的泰亞族社會 是很普遍的一個人的事情 就是所有部落的所有人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想要回去追的是 那一個過去已經被 比方說變成現在小家庭的那種概念 開始冒上去影響 所以我們開始去 在部落裡面去蓋一個廚房 然後一直想說 大家就是 你可以都來這邊一起吃吃飯 然後大家不想那個樹香教育的這樣子 對 從這邊開始去發展廚房 然後開始就是慢慢有一些 比方說有一些工廠具 還有一些工廠菜 什麼的 部落裡面的 可是廚房剛蓋好之後 那時候其實大家 多人絕對不知道怎麼做生意 因為其實大家對於怎麼去行銷 才能去做廚房 都不休息 所以那時候我才發現說 其實在部落蓋一間廚房 大家都想說 欸好像有蓋一個餐廳就可以賺錢 後來發現說 我們部落 其實在今天我們部落有兩條路 一條是從東市裡 剛剛看一個從東市裡 另外一條是從苗里 可是這兩條線 好像大家都覺得回數 假就有很多客人還要來 所以有人都蓋了很漂亮 所以主要要借大房客 才發現說 當暑假大家放假的時候 台幣是台風來的時候 所以路都中斷 反而那段時間客人是進不來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啊怎麼辦 真正廚房蓋的要做生意 反而沒辦法做生意 那局勢那時候就很認真 就覺得說 讓我們去東市好了 我們就另外去設斂 所以其實我們泰亞小部的第一個原型 是跑出去外面的人 我們跑去東市去蓋人 去做一個小店面 然後去做 所以 去做一個小店面就覺得說 欸好像問題解決了 可是你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波羅人很可愛 欸大家 我們就 那有客人進來還蠻精彩 然後我們就 就是 波羅人就覺得說 欸他買菜了 就想說 阿關這個也一起給你好了 就想說不好意思 就想說 欸等下都掏錢買 然後那就是送一送 那每天回去都是有錢的喔 因為真的還是有收入啊 就是 可是你真的去算是 因為大家沒有什麼概念 對 所以當然我們這個還蠻厲害的 就是半年就倒閉了 就是 我們就收了就回去了 對 其實有這個過程 那 可是其實那半年來 對我們來說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說 到底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在那半年其實去學到說 原來我們進到市場裡面 原來波羅人進到市場裡面 到外面進入市場 大家可能是要怎麼樣有妹妹的包裝 你的蔬菜要怎麼更漂亮 你要怎麼樣的更精緻 更符合消費市場的需要 這是我們在外面去面臨到的 所以我們後來慢慢去想到說 其實部落真正的 我覺得珍貴跟 跟 可愛的地方 絕對不會是我們推出多夢漂亮的餐 而是那個動作說 你買這根那我再送你 我覺得那個才是部落真正的 很貴重要的 所以 要怎麼樣在這個機制裡面 我們不要去迷失掉自己 比如說 OUNS外面市場是需要這樣 所以我們回去 反而是送更大的配方菜 我們反而是回去去看到說 怎樣這是我們真的 生活上的所需 需要的那個 然後再來就是 所以我們後來就再退回來 廚房裡面 我們成立了一個在立的社會 那應該其實是同時進行啦 就是我們希望未來還是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已經跟明慧 成立的毛主協會 一個在立的組織 然後一直到現在 好 下一個 這就是地震初期 大家不知道做什麼 大家都是種 你看那個辣椒啊什麼的 很可愛 就是 然後我們會請部落一些老人 就是一起到那個農田裡面去做農耕這樣子 好 下一個 然後這個是 我們一直 這張圖其實是最簡單 也最明瞭 你可以去 去清楚的去看到說 我們到底整個協會的核心體價值 該念是什麼 其實在在地震 剛剛有介紹在地震發生初期 其實有社工介入 其實所有我們 其實一開始其實都在做教徒工作 那我們後來開始發展行業 可是我一直提起自己說 產業這件事情絕對不會只是賺錢 因為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 對部落人講不會有任何注意跟意義 所以我們反而在這幾年慢慢去 尤其是這兩年慢慢的重新再回去找到 怎麼樣回到土地 怎麼樣再更生活化的 底下真的都是我們現在的產業跟 產業正在做的事情 我們一方面希望部落可以獨立自主 所以我們有發展產業 可是一方面又會提醒自己說 這些產業的盈餘支持是要自主 整個沿線突入的一個擾餘照顧 或是耳哨到燃餘的照顧 這其實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就是中間就是我們的那個核心概念 就是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不斷的在提醒自己 然後去讓自己可以往這個方向走在全景 對 好 然後感覺剛剛 好像我們還要做很多事情 其實背後都是這群媽媽們 我們的廚房其實是由這群父母 因為月交這個 中間就是月交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 因為車子不夠 所以我們真的可以帶下來就是這一群人 其實我們廚房還有一堆媽媽們 有機會也可以來山上 然後大家一起可以做交流這樣子 可以認識一下大家 那我大概學會簡介大家的開場是這樣子 那我們主要是要點出說 到底怎麼生活對於部落來講是多麼重要 那等一下建志就會開始幫我們補充說 那到底我們透過土地透過菜這個事情 怎麼樣讓我們可以回到我們自己的生活 那我們現在就歡迎建志 其實真的會緊張欸 你平常都在部落嘛 部落都是一群人 然後很少到都市 然後那會陌生的一群人 所以我的心情是蠻緊張的 剛剛那個小孩有在介紹 有一些我們那個協會的脈絡 那其實就是在很多年多年前的一場地震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在都市 我們曾經都是在都市生活 求學 工作 然後地震就回家 回家的時候其實就 不知道他能做什麼 所以我想說 那到底 因為我們學的都是外面的地方 部落的都是答案沒有 所以我回去的時候 我們好像就 不知道怎麼辦 很恐 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辦 好像要 要時間窩熱的感覺 可是 那才是真正我開始學習的開始 就是回到部落的時候從沒有 然後我們就從做了 然後就又碰到一群人 這樣的一個開始 慢慢來演繹 對我們自己 可能是自己的文化 或自己的 就是族人 或者是部落的一些 就是開始有一些理解 然後就自己開始會去思考 自己跟這一群人 跟自己部落的到底是什麼關係 所以那個開始 才是我真正 我覺得就是 在人生裡面 就是有重要的一個開始 那今天我們來這邊 就是 上次就是因為 通過那個思維 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我其實也不知道 什麼叫哲武 在部落平常就是 很少 不太知道外面的順序這樣 然後跑到這邊 很驚訝 還有這種平台 都市不是只有車子而已嗎 然後就空氣很汙染嗎 然後就又塞車嗎 竟然還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跟我們一樣 還符合我們那個 不過每天 其實我們不過每天 常常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一群人 然後很隨性的 可以談我們的事情這樣 這樣 那在這邊竟然也有 我就很興奮 然後講說 是不是可以把一些部落的一些 生活的一些經驗 過程 在這樣的一個平台 然後就跟大家 就是跟有緣分的今天會來 去做一些教育 那所以剛剛這樣 有這樣的機會 那我議題會放在這個 清清拆一拆 因為我想這個 清清拆的可能對有一些人是 不夠吸引力 我上次來的那是滿場的 滿場的 我要離開 因為我們剛好要有事情 我都不知道怎麼離開 你知道嗎 我就照個檔 我就不知道怎麼出去 然後今天我就跟 又交來跟小子說 滿滿的喔 滿滿的 結果剛剛是 沒有太多 我有點不好的意思 可是現在這邊 越來越多人 可是主持人有說 就剛剛好 在部落裡面 我們剛好也不太能 習慣太多人 我們會緊張 就沒有辦法把 真正的自己部落的一些故事 就可以跟大家去做交流 這樣剛剛好 不要再進來 好啊 這個我想說 就透過這個部分 我就想 那個土地啊 之前那個小白 在縮容的發展過程 其實我們比較多的是 在陪伴人 這個部分 像那小媽媽 剛開始 其實我們 只會做的就是軟 做水果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 一連串 這麼多年了 就必須他們要做什麼 什麼什麼 他們就真正的可以 就可以去獨當裡面了這樣 可是後來那個過程 其實我們不是要去改變他們 是我們互相學習 然後自己可以上場的過程 然後我們就 就是 可以快樂的成長 學習這樣 所以那麼多年 那多年以後 我們覺得說 還缺少一點 快 就是在部落裡面生活啊 土地很重要 我們就忽略土地 我們就看到人啊 其實土地是一個 因為所有生命 那你看我們 我們為了要發展 然後其實 農也好 我們之前呢 回去 我們就做冠軍門法 有時候我們在那邊 有時候那邊 走路的時候 農藥這邊噴的時候 我們還要被被吸的這樣 然後那個那個 那個環境的污染 難怪我們是首當其衝的 在部落 所以會開始思考說 是不是在氣冷的時候 開始就要 開始要再 提提在這個議題上 開始努力 就會有一些 欸 這樣的一些思考 要去陪著我們的土地 所以青菜只是一個開始 青菜就是一個 是因為 我們或是選擇青菜 是因為我們正好 這幾年也有在做選擇的禮拜 那青菜是 菜 蔬菜就跟 我們生活最異切 我們一天反而要 不如不吃到蔬菜 我們可以一個月去吃水果 可是蔬菜的話 你一定要吃到 所以我們去透過蔬菜 去跟土地 跟人跟人 我們跟部落的關係 我們跟土地的關係 透過蔬菜 然後去討論 現在我們用蔬菜 到都市裡面 找一些可能有緣分的朋友 開始 就現在開始 我們去做一些交流 青青叉叉 我們做一個平台 十幾個外面部落的都市 其實那個半天的時間 其實我們距離就變得很近 剛開始很陌生 大家很腰腆 都不知道又都不認識 才半天的時間 大家還留下一個非常感人的 那個下一個片 這樣 我說那個過程 我們有在一個議題之下 我們可以去討論 那個 下一張 還有嗎 好好好 我們用圖 我們就習慣 開始說不是 其實剛剛開始的 我們要怎麼開始 誰知道 那我們想說要怎麼開始 因為我們以前的習慣 是關於農法 就是用化學肥料 或是農料去做農 可是你要突然把這些東西 拿掉的時候 它到底會怎麼樣 會長成怎麼樣 那個過程其實 我們其實也有惶恐 所以我們會一直要去學 去一些外面的一些 有這樣一個自然農法 或是有這樣土地的一些經驗 的一些朋友 到部落裡面會交 甚至於去請那個部落 像那個新竹 那個石壘的一些 羅床道 到那邊去做酵素 木瓜什麼 都可以用 可是我覺得那個只是過程 那過程可能當 我現在在做這個 我後來在想說 它都有意義 它到發展 累積到一定的程度 我們會把這樣一個 串起來 然後其實在那個過程 我們會慢慢看到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事情 那個都是 像這個 剛開始來的部落的人 很多 30個人這樣 然後你知道 最後就變幾個人 兩三個這樣 都跑掉了 因為你真的實際上 用在那個農業上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那過程 我們都有經歷過 下一章 這個是義俊義北 這個我們想盡辦法 反正 這個東西 到底有什麼方法 反正就是 不要再用燃料 跟化學燃料 因為我們覺得 那個就是不對 那個東西 我們就要想盡辦法 我們是用 我們其實在部落裡面 有一些 原始的資源 我們都不知道 甚至我們都遺忘 甚至我們都知道 那個就是資源 就是那個原始生理 裡面有很多的義俊 你知道嗎 在我們的生存環境 很多這樣的義俊 那這個義俊 可以是重新再去改良 我們的土質 因為在長時間 我們的土地 不當的利用 或者是過度的使用 都酸化了 或者是那個好的菌 都死掉了 所以我們要補充 好的菌 那個是 我們就會從那個原始生理 就拿出這個菌 就一點點 然後去做一些製作 去染它 這個有一些這樣的過程 這個很簡單 這個不用半個小時 你就會了 你現在來學這個的嗎 等一下結束 去跟我回部落 你的部落太遠 我們這邊也有很近的部落 下一張 所以我們剛剛開始 就很天真的開始 我們就一頭栽進去 因為我們覺得這是對的 對部落長期 對未來 這是對 這是該找的名字 然後我們就開始 從兩個農友而已 開始這樣進來 然後我們有參與的土地 差不多就兩甲頂這樣 好 那是去年 可是我們一年之後 我們現在增加多少 十五個牛油 差不多吧 大概十五個牛油 然後我們的土地面積 增加了多少 六甲 你知道意味的什麼嗎 我們有六甲土地是正確實用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有六甲土地 排放出來的那個是健康 它不會污染你的水 不要以為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在都市 我們的水源 我們的空氣 我們正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捍衛我們的土地的健康 你是嗎 你看十五個農友 我們那種這樣的蔬菜 其實 其實也沒有多少人 因為為什麼 我們習慣那個很大的蔬菜 賣相很好的 我們就這樣 然後那種有蟲 稍微吃一點的 之後不好 賣相不好 我們就不買那種 我們吃的是很大很肥 賣相很好 你知道那個多毒 你知道嗎 因為用多少的農藥 多少的化學藥 去養成這個樣子 然後那個都吃進我們的肚子裡面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的一些消費型態 那個習慣 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我為什麼 我明明又生活那麼正常 可是幾十年之後 怎麼突然不該有的病 怎麼樣都有 是怎麼來的 是整個環境出了問題 所以我們在 七色性農油 我們在做的 就是捍衛我們的土地 這個環境 所以這個東西 我是要來告訴你們 有一群部落的人 再用一種很天真的方式 在部落裡面 可是我們是在捍衛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環境 這個東西 剛剛開始就是 就是我剛剛說的 有一些一年的時間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關鍵就是 就是有一些通路的支持 這個部分 好 下一張 好 我們還是用圖像 而我不太會講 這是一群人 我們剛剛開始 我們就要開始了 但是農友很 就是很現實 他的生計 如果是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第一個 我的產量 馬上面臨銳解 就是我們 我們以前是習慣用那種 化學給料 或是用很多生長技術 減少他生長的時間 所以賣相又好這樣 他當然是跟做的成本 就比較低 可是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自然農法的方式 他一定有一定的成長時期 比如說他該三個月 該三個月 我們就不能再 用什麼樣的一個手段 不讓他減少生長的事情 可是這樣就會增加他的一些 更做的成本 時間 能力 所以我們就會先找 我們熟悉的女朋友 比如說 剛剛我們台北 像台北市政府 或是東武大學 幾個 是不是大家就可以去支持一下 我們先從這邊 因為實際上有通路的時候 我們農友這段 他就可以用作 那我們在擁獲的這一個地方 也有東西可以用作這樣 農友真正的把菜送到那邊 他直接有收入 支持他 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通過這樣的關係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真正要做到的就是 就是在地生產的話 就在附近去做一些配售 反正是 好 下一張 好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菜市場這樣一個概念 其實蔬菜 其實我們這樣看來的話 它是不是有什麼什麼 經濟的什麼什麼效率 它便宜的一個 很多農友都不會選擇說 要種蔬菜做人的話 要嗎也是會選擇那種有高經濟價值的 我們如果是市場思考的 跟種的話 會造成什麼原因 我們滿山可能這次有看到 單一的蔬菜 比如說宜蘭那邊 或市集那邊 通常滿山都是蔬菜 對不對 蔬菜 可是那會影響我們環境 那因為那個是市場思考 它種菜的東西是要賺錢 而不是生活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之所以後面會看到一個問題 我們不能用市場思考去耕種 我們希望是說用生活的這樣的一個價值去談耕種 種蔬菜這樣 因為如果我們種了很多單一的蔬菜 我們就只好回市場控制 剝蟹 因為有什麼 我們不可能都吃高麗菜 我們一定要送到市場去做交換 然後再回來 回到部落區 我們買到一個更貴的高麗菜 這不合理 所以我覺得 這完全會保我們自己 下一張 所以我們在過程裡面 我覺得 除了就是我們要支持我們的農友 在耕種的時候 會有一些實際的生技的支持 就要有一些收入之外 我覺得我們背後有一些很重要的理念 有關於我們所謂的環境議題 就是還有一些健康議題 這個東西 有時候我們跟比較成長 比較習慣這樣市場的一些生活的朋友 要去對付他太容易 所以我們今天還要去做一些雜根 所以我們常常就會有一些小朋友 或什麼就是 我們會去教他或什麼做這些 我們在每一個禮拜三 就會做小學的一些陪伴 我們也會帶小朋友到農民 讓他親近土地 然後會有一些大專生 我們會到部落裡 我們也會去做一些交流互動 那這個老人家 其實老人家 我們這個就是我們 部落有一些小朋友 像我們部落的話 有一些是因為沒有土地 他的年紀其實才六十幾歲 那他可能在當地的零工的機會也不多 他出去就業這個不可能 那我們的一些農業 就開始有漲場的時候 我們就會邀請他們來一起打掃 他們還可以有椅子 隨便他們隨性 太陽出來他就可以休息 我們就給他們點金貼 我們想說可能這個土地是 大家都可以共同享受的 對 我們剛剛種的第一年的時候 就是長不大 就是那個蘿蔔 就是真的長不大 但一定會有那種過程 很辛苦 就是怎麼辦 這個東西市場 這個絕對不會有人買的 有時候那個過程 就是一口紅 就是一口紅 現在會有五口紅 現在會長大 所以我覺得在過程裡面 是一直不大的冷積 其實土地也在那裡改變 所以他地力也一直在冷積 所以第二個 我們現在就長得比較好 還明顯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口紅 那個就是我們的昭和彩 的意義 我們一直 我剛剛跟老師 就是學位老師去 對 就是有一些分享是 我們習慣性的消費 我們腦袋裡面都要偽的蔬菜 大概就是市場決定的 其實山上部落很多 你們有看過的蔬菜 你們有看過這個嗎 沒有吧 現菜 你們有看過這個嗎 沒有吧 對不對 外面沒有東西吃 都動物裡面吃不完 這個比較外 你們也沒有看過 都很好吃 所以 資源其實 誰說我們金資源就沒有了 那是被市場約制的 控制的 就是他決定我們的消費行為 因為我們要去支持他們 所以 有一些我們認為的那種 明明就是資源 像這些菜都可以用的 他為什麼就不強調這個東西 他因為他決定我們的消費 要去支持這樣的一個市場概念 這樣 所以他會說高麗菜 只是菜要很大 其實那個賭有不要的 我們現在也有來的聽過 他那個什麼白菜啊 什麼什麼 才會看到的 這個東西會決定那個 當菜價要提升的時候 我們 我們這個消費行為 一點辦法都沒有 對不對 我們總要吃菜 可是如果我們的蔬菜的來源 多元多樣 我們知道有很多吃的東西 其實可以吃的時候 市場就變化強制 當他這個價錢 他決定要拉高麗的價錢的時候 我就改變我的 我就不要去買他的 我就去用另外一種管道 多元的管道 我們就有我們的自主權 吃也要有自主權 這個東西你看那麼多 這個我們的高麗菜 高麗菜 一手高麗菜 所以那已經兩手了 兩年了 所以我們的一筆這樣 下一張 那我們其實我們有配送 配送都是我自己 我現在都會親自要到 台中那邊去配送 然後每次拎著那個蔬菜的時候 坐下來的時候 那個消費知識的那個人 就說 欸 我的目的不是要去賣菜的意思 我是帶著一些裡面 常常坐在那邊 就要跟他聊天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但是 你不是賣菜嗎 蔬菜裡面什麼經濟價值 一包才多少錢這樣 那我那麼辛苦 其實我是要去尋找一些朋友 就是我還是希望 從部落裡面一些農友的一些 努力啊 心情 在外面的朋友可以看到 或者是外面的一些無奈 沒有一些選擇權 他只好去 去從你市場先來一些 來入不明的一些蔬菜 我們提供這樣一個選擇權 兩個其實之一 應該要是合作關係 去對抗這個市場 市場機制 對啊 所以我們的目的來這邊就是要去 希望在 就是部落裡面 努力的一些農友 跟這邊 就是 都市很多朋友 有沒有 去可以建立一些關係 下一張 配送的 結果每一個禮拜都會有配送到台中 對不對 好 好 這個是部落清清菜菜 後來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要創造一個平台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很孤單的在 部落裡面努力跟做 其實也不容易被看到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創造一種平台 就是可以邀請外面的都市人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 這樣一個平台 每一季 每一季 每一季會主動邀請外面的朋友 去到部落裡面去 我們不一定是去談菜 你到部落裡面 就會看到很多 我們在部落裡面 有一起生活的一些故事跟經驗 那一群人 或許在故事裡面 不容易看到 你到部落裡面的話 就去聽他們多做一些更充分的交流 我覺得 那樣的一個開始 那我們 為什麼會用季節 是希望 它可以有一些累積 希望這個是常態性的 因為大家 我知道故事的人都很忙碌 那真的要參與一些 什麼活動都不太容易 所以我們想說 這個活動是整年 就定期都會辦的 我們在秋季沒有空 我們還忙碌 我們總有一些不忙碌的時候 我們總有一天會等到你 對啊 所以我想說春夏秋冬而起 就會辦一場 我們這樣的方式就是 主動我們還 你看我們都容得體貼 我們還主動開車直到火車站 我們覺得 我們後來發現外面的朋友 都不太容易到部落市 他們認為部落非常遙遠 說遙遠的關係 我們就解決距離的問題 我們就真正的把車開到火車站 我們幫你們解決部分距離的問題 你只要從你的家裡那邊搭火車 到地點或公園火車站 你可以從南到北 你可以從北到南 我們就在早上十點在那邊等你們 親自接你們到部落 這樣過程一點 然後我們就開始就會討論一下 會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在部落裡面做的事情 然後就開始去部落走一走 認識野菜 就開始有些過程 我們大概有我們的獵人餐 我們又有一些湯匙 就是這個 你看我都不認識 我就知道哪一張 好像那個人那樣清清菜菜在這裡 還真的都來 我們第一場就有十幾個很感人 我想創造這樣的 我們的目的無非 就是我剛剛說的 其實生產跟消費情這邊有距離 所以市場就有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 就是隨便他們就是 都掌控 他們都要決定我們的消費行為 然後 因為通路這邊 農友 他永遠找不到一個通路的支持 被迫 他就要回到那種市場思考 為了生活 為了生氣 他就要回到那種 不當的一些農業思考 就是用化學別料農業 可是那個還不到我們的肚子 他那個關係 你知道嗎 我們支持這個 這樣的一個消費行為 其實不是只有支持那個農友 是農友提供在那個機會 讓我們有選擇健康食物的機會 我覺得那個是雙方面的相互支持的一種關係 並不是我們在做這樣的一個消費行為 是我們在支持這些農友 不是 而且這些農友 我們倆產銷有這樣一個正確的合作之後 我們其實是共同的做到保護的環境 因為這些農友會用正確的一些 就是農耕的方式 用友善環境的那個農作的方式 我們的環境 我們看我們剛剛說的從兩甲地 我們希望有六甲地是乾淨的 是不會有農耀污染的 那如果我們有河流 就不會被污染 其實我們是在共同在做一切事情 這個很簡單的消費行為 那所以我們會透過這樣的方式 其實你看我都很認真 你看我的還願意 是 好 下一章 那這個就是我們後來在很短的時間 我們還不太能充分的了解 認識各位 可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會 你看很棒喔 大家去討論 討論那個怎麼做菜 這個是怎麼樣 因為大家都不認識 在部落的目的 除了認識部落的人之外 我們要去不認識我們生存的環境 其實在台灣 台灣這個寶島很小 我們其實是共同生活 就是大家 誰影響如果是比較那個 其實大家都會受到影響 環境破壞 大家都會被影響這樣 我們除了認識環境 也認識我們有一些 我們沒有怕過的殖民 其實存在我們的生存環境裡面 有很多是好的資源 我們怎麼去認識它 然後我們怎麼去使用它 這個就是 我們在部落的一些生活經驗 我們把一些資源 來練習怎麼去用它 就讓我們的環境 不會只有被決定在一個少數的 類似植物的時候 就會過當的使用環境 因為資源好像被展化成只有那些 其實可以利用的食物 糧食在部落裡面很多 野菜 去放數都有 我們車子開太小 不然我就帶多一點來 是現菜 這個是糟糕菜 現菜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龍蜜一堆 那個東西都沒有 那個根本就不用更重 就在於它就是我長大的 對啊 對 我有時候會覺得我這種菜很傻 對 好 下一張 然後這些 這個是我們的葉椒 我們的葉椒 我們的那個菜可能等一下會拿來 我就會這樣給大家 那這個 你看有那麼多 山上裡面有很多好的東西 甚至於其實我們 搞不好我們家裡的院子旁邊都有 我們都不知道 只要我們的環境是健康的 不被渡染的話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可以被運用跟使用 那當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被運用跟使用的話 我們的身份環境就不用被我們一直被壓榨 因為它有一些東西可以讓它分擔一下一個承載的人 就是你知道那個意義嗎 其實不要被市場的思維 就是控制或約束 影響我們 這個回過頭來 然後我們再操心利用我們的環境 回過頭來 破壞了我們的環境 環境破壞了一定是我們生存的 我們整個會有健康的身體 對不對 這環環相控 我們接下來討論這個議題 這跟我們生活絕對有關係的 下一張 這個事業交 你看錄出來 就是 誰說這個不好吃 你們有吃過嗎 沒有吧 是不是有對不對 隨便弄一弄 等一下你們會吃得到 你們運氣真好 我們今天有帶吃的來 我們不會一下子拿太多 應該就不會 對 我不要讓你們知道 很想到部落 我們真的隨時都歡迎你們 下一張 真的很多都可以運用 這個東西其實 通過這樣的一個平台 我們互相認識 人跟人的那種更貼近一點 人跟土地的關係也更貼近一點 就是我覺得那個關係 我那個清清拆散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去拉近人的距離 拉近跟土地 跟生存環境的距離 不要一天到晚就這樣忙 忙到不知道什麼 回來就累得胖 就倒了 然後就肚子餓了 就到那個市場 就搞不清楚那個菜 哪一來就是這樣 然後幾年以後 怎麼會得這種病 他也搞不清楚 好 對 下一張 這就是清清拆散 其實來 我們清清拆散 你們要清拆清拆 隨便隨便 就是沒有那個炎素 只有那個辛苦 現在很累 忙著我們也知道 所以我們清清拆散 就是五月就要突然多發情想 一種想法 希望也是用最輕鬆的方式 比如到波羅 然後我們好好的 貼近我們的土地 好好的互相認識 好好的討論一下 我們這個生存的空間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大概可以用怎樣的方式 去做一些不同的改變 去面對他 這個就是主要的目的這樣 下一張 沒有 沒有啊 好啊 這個大概 對 我們就 月交換起來 月交 月交 對對對 謝謝 好了 再來交給月交 幫我們介紹一下 月交有幫我們準備了 就是剛剛說的 你們剛剛在上面有看到的 蘭瓜球 還有那個燙 異豆 好 那你就幫我們介紹一下 異豆還有這些蔬菜 來 因為今天異豆 那個廚房貓貓把我全部燙掉 所以沒辦法給你們看一下 但是那個這裡 我這裡有那個紅扁豆跟那個 紅扁豆跟那個佛索瓜的那個食譜料理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是 一般來講 我們比較常見的是綠色的 這個是紅扁豆 那我們比較喜歡就是 跟山肉一起煮 那現在 那還是有 但是那個保育的就不要說了 然後 這個 這個 我們大部分都是跟山肉一起煮湯 但是其實我們那天有做一些變化 是因為跟那個 跟那個 鹹菜 還有肉絲一起炒非常好吃 但是你這個 這個 這個待會兒都留給摺武的 這個 這個辣椒可以生吃 然後這個 這個是佛索瓜 它有一種是綠色的 可是你不要看它紅的 它煮起來一樣是綠色的 對 煮起來一樣是綠色的 那這個佛索瓜 佛索瓜 因為這個很嫩 那這個佛索瓜 其實我們很喜歡跟那個 要土雞 那個肉雞吃起來 那個湯沒有那麼清 沒有那麼清甜 因為它的顏色跟那個 跟那個雞肉的湯放在一起 真的很合 真的是一家人這樣 這個是我們大部分 其實這個可以跟那個 肉絲一起 然後它也可以拿來做水餃 那你要做什麼料都OK這樣 我們跟大家說一下 那另外一種菜叫什麼 它是什麼菜 它是那個龍鬚菜 因為我們讓它爬上去 爬到藤的話 它就會比較會長這個 如果是在地上的話 它就比較都是葉子 對 那如果我們是吃龍鬚菜 你看它長出來的 它結了火石 結了火石就是這樣 對 很神奇 然後我為什麼會帶這個香蕉 你知道嗎 因為這是劍之家的 所以我就是 因為我今天採牌 然後我就是隨手就隨便抓一抓 這個我在路邊長的 這個拿的時候是已經很 滿清脆 這個其實在花蓮他們是吃這個精 這個就是把它就是跟那個 就是像那個什麼啦 那個 蟹菜 就是他吃這個精 對對對 對對對 把它摸 然後就跟特別阿美廚 就這樣子 對對對 他們喜歡那樣吃 我這身上很多欸 鐵蟹 對對 然後這個是外面的來的啦 因為我冰箱 今天把菜都出一出 剩下這個 所以我只能寵 我只能寵冰箱裡面拿這個兩個這樣 好 那待會兒呢 因為給我一點時間 我就我有燙義豆跟那個 跟那個 就是那個辣瓜球 所以你給我五分鐘 我給你全世界的人 對 他採了 他已經知道 就說這個叫米牙腕 米牙腕 米牙腕 他綠色的也叫米牙腕 對 因為我從小只知道 有個部落叫米牙腕 我就知道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他沒有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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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歡樂的食物時間 給他五分鐘 他可以全世界 但是在這 對 在這種時間當中 在我們期待我們的食物之前 那個 比較有 其實有人 通通摸摸摸的在 後來才進來 要他們也自我介紹嗎 可以啊 對 對 為什麼叫做 拉娜菜 為什麼叫拉娜菜 日本人已經 日本人已經 日本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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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飛機的時候 就殺 我一個 我聽到是在台東太北塔 這邊在那邊 這邊在那邊殺 他就是飛機的 我不會說 因為他遠路是飛 飛機 飛機也路殺 因為他遠路是飛 你在飛機的時候 那邊比較飛機 他就殺了地方 我如果沒有記住 我還沒有記住 我還沒有記住 我尤其想了解 還有其他想法 招河菜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知道 是飛機的時候 就是阿倫 所以招河菜 是日本 日本時期 他連一經 他說 也有50倍 他說就是二戰 然後就是 怕有飢荒 然後他們知道這種 這種 這種步驟 很準的 對啊 隨便都可以 對 然後說說 如果站激光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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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也可以拿來吃 所以說 所以應該全台灣都有 對 然後 稍微應該是 那個年代把他也 日本把他也進來 然後還有一個別移 就是飛機草 就是剛剛那位先生 對 就是我覺得他一些別移 他也有別移 他也有別移 到處 到處可以這樣 那大家就順便見 文字我介紹一下 哈哈哈哈 對耶 大家好 我叫Duke 那個 我之前 有去 出過 那 就是 郭州是比較 出過那個 你們不僅是比較 靠 苗栗那邊的 什麼 士林 天狗 梅遠 什麼 雜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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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就是住民家在那邊 然後 因為我覺得他們有配合 他們有一個觀光旅行 就是配合T4 就是說 他們可能在那個 或許有那個 有一個模型前面 把人接上來 就是一個 他就是 帶著你 連線還很多幾年去玩 然後 就住在那個 什麼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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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觀光 那邊 但是 我認為 這是不夠好的 人 住在 那邊 然後 再有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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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天一夜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就是說 那基本上 開T4的人 就是 都不是 很會講一下畫 然後 我覺得 那結果 那個車子扭意滿強的 爬 爬 爬 那個 感覺上都還滿安可的 然後就是我的感受說 欸 他這樣不配合還不錯 啊我不曉得 就是那好像是三四十年前的 對 然後我覺得他這樣帶動管光 是還不錯 他只不過是已經那個 那個 那邊 太陽的那個區塊圍 然後 所以我們最近算是 台中的 台中的 然後 我覺得 不一定要 可能就是說 那是剛才 那是他三 他三之十啦 那是他們的做法 然後我想說 因為我想說 我剛剛聽這位大哥 想問之後 我想說 因為已經開始一個開始 就是說 讓大家來認識你們嘛 然後我想說 如果說 我們 我們也有說 我一直講一個比較 專業的東西 叫做體驗 體驗 用體驗的方式 就是 一個數字叫體驗 經濟學 體驗經濟學 比如說 你希望把他們的 你們的生活方式 也介紹給大家 然後大家 感受到之後 會回過台 更認同你們 對 然後可能 看這個 是不是要表現做如何 如何 如何去設計這個東西吧 這可能是 你剛剛有講到一個 培育工法 然後在我看來就是說 一開始可能要可以透過 台湾市的原委會他們寫企劃 然後 然後給你們一些股票 然後你們再把那個錢 不用灑 有點灑棕子的 然後大家再來寫一種 一種心得 留在這邊的體驗啦 生活體驗 然後得到一定有感受的 然後對 對於土地的連結更深 然後要喚起更多人的 一家加入 然後 當然 如果有這麼棒的 這麼棒的那種行銷 體驗行銷方式 那個 我想那個課也都不用 不用操了 謝謝 好 謝謝 那不知道那個 在場的各位啊 有沒有什麼 就是關於今天的那個 分享的問題 沒有問題的 不能自動 可以 我只是想分享一下 就是其實我覺得 剛剛大家就在講的 一些就是 對土地上有一點操 其實我們在 其實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在華臨這一個區塊 因為我們在華臨這區塊 我們也有跟普洛也是做 加益主法 這樣的一個公開 就是 他比較 他比較特別是一個人在做 因為他部落已經開始 慢慢的沒落 他本來是一個很大的 阿美族部落 然後慢慢的變成 很小的部落這樣 所以這樣部落是 叫吉拉凱亞 我幫我們聽過 然後部落非常小 然後他本來是 他本來是人數 可以到兩三千人的一個部落 然後縮小到幾百人這樣子 然後為了要讓他們 部落的年齡 連線回流 然後就是 他自己就一個人 自己做一個部落主法 可是他主要做的方式 就是跟 其實大概就比較 就是跟土地上的認同 可是在另一方面 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其實是把他部落的故事 他把那個部落的故事 就是他們整個部落遷移 或是說部落聚集 然後他各種一種族群 然後因為他那個部落有 撒吉拉雅或是阿維族 他們在阿維族群 他們在阿維族群族群 然後帶有一些就是 呃 嘎巴拉之類進去 他們會 就是有一些小小部落的人 然後聚集在那個部落 然後去形成一個聚落這樣子 然後他就把那個 他就把那個部落的故事啊 跟那個頭部的行程 然後跟那個整個部落的那個生態 然後做一個導覽 然後然後野菜也有 他最主要的 因為他是部落家人廚房 他是家人廚房 那裡是一個廚房 他也要介紹的菜嘛 對不對 因為板炸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野菜 他們的野菜非常豐富 因為他們一定會做 他們的 因為他們在做家人廚房 因為他們有把他的專動美食 拿出來就是野菜湯 就是水冷的那個啦 嗯 你在路邊所看到的一些生物的植物啊 起零布都可以吃 我們在 就要包插那個水溝裡面的那個 那個青苔啊 他都可以拿來做料理 然後就是他把那些東西 全部做成菜 然後幫那個就是介紹那個 就是 因為他也有接一些客 因為只有家人才接客 所以他家人接客的時候 那些客人來的時候 跟客人介紹一些野菜 然後跟他的主 他的那個原本的名字 就是他們主力幫他們取的名字 然後去介紹 然後 他也希望就是 拿到部落的人 不要穿鞋子 如果你穿鞋子 拿到附落的時候 你跟附落 你跟土地的感覺就會消失 他是希望打字 腳在附落裡面 因為 當你腳 那個就是你的腳 去體驗那個土地的時候 你才能體會到那種感覺 就是說 欸 我跟這個土地 其實有那種精密接觸 那種感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 所以我們也常常覺得 有時候 因為他的藥度多 因為他只有一個人在做 所以可是我就變成說 因為我們是靈近部落 因為我們其實 像我們泰國的族 跟阿美族的距離非常近 所以說我們就有時候 就是阿美幫忙 而且所以 他會凝聚了 他自己一個人 他會凝聚附近的情人 像 我們男人跟客家人 或是一些 骨骨 或是其他族群的人 然後我舉起他部落 變成是一個 一志工來幫忙他這樣子 就只有假日而已 所以大家都很熟悉這樣 其實我覺得 我還是喜歡就是你在靈近 就是我只是非常 這一個小小故事 其實我只是很欣賞 就是 其實我覺得 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 我對認同 就是 我就想要這些事情 然後就想要做這樣的 所以你想 這樣子 非常謝謝 那你大哥有沒有要 要跟你 還是 我們看看在場有沒有 我們在場的朋友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 對於這樣子的 那個部落的合作的那種模式 就是你有什麼疑問 或者是已經心裡面開始 想要跟爸媽推銷一下 或者說自己每週要煮菜的時候啊 可能你覺得你確實 有需要這一箱菜 就在這邊 這樣 有需要的人可以舉個手 可是你們對於就是目前部落 這樣子在 激情他們的工作 有沒有就是沒有任何的問題嗎 沒有人要問說 那個清清菜菜旅行團要什麼時候 好 第一個就是我想問那個 那個去叫秋冬那個時間 是什麼時候 第二個我想要請問的就是 嗯 因為石馬褲石他們現在就是 做一個那個聯合的那種 對共同的那種合作 那外來說就是這個 大安石這邊的部落 你會有想要朝著那個 方向前進嗎 春夏秋冬每一季都有 那我原則上會是在中旬 然後就選擇 比如說我們十一 下一次的話應該是會在一月份 一月 像是在一月份 對 一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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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隨時歡迎 其實我路第一次去參賽 隨時隨地都可以發揮 那我們要多少人就一團才可以去 嗯 如果是比較是個人的 或是幾個人 五三四個人的 就隨時可以 那如果你是結婚的話 就希望可以十五個 大約 十五個 我們這樣才可以在一個套招的行程裡面 帶來台語大學 我們就是我第一天會帶大家 去做一些DIY 我第二天會帶大家到 我們連續的部落去 那是有的 那請問如果想住在部落 可以嗎 我們是用接待家庭的方式 就是我們會在部落裡面 就是搞部落裡面 有一個多餘的空間 可能子女 子女在外面念書或怎麼樣 我們都會去做一些討論 整個去經營 環境弄好一下 然後舞化一下 整個去跟來的朋友去做過動 就是大概有十幾步 我們就跟著 我們安排在不同的行程 運氣好一點的就 吃得好 運氣不好的往上 搞不好被帶去打獵 對 會試好 我們希望日照的方式是 因為到部落裡面 這麼短的時間 你還要去找一個地方 好好在那邊睡覺 太可惜 最主要是去體驗部落的生活 所以我們運接待家庭 就是希望如果田市現在田市很多 你們可能吃過完的田市 咖啡的你就喝過我們咖啡 就是用那個人 很多熱情去 去跟大家去做一些互動 去找你們一晚 你們拿去睡 還有時間睡 我相信 所以那個空間 會用這樣的方式 對 你剛剛說那個 那個 沒有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我沒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 我覺得在部落裡面 就要營造的是一種生活 不能 後來就是 變成 只是要一直收入 我們其實 一直都要用一種生活 這樣的方式 我們不要去做商業 曾經有很多 就剛剛有說 剛剛有 對 對 其實我還想去解釋一下 說明一下 那不是我們要做的 那不是我們要做的 就是 你還要很多的 外面的朋友 來進來 那部落 還像部落嗎 曾經會有一個遊業 跟我們討論 什麼遊覽車什麼 就拒絕 到部落裡面來的是 想要到部落裡面體驗 什麼的 跟我們去互相聊天 你看我最近來 七八個朋友 我去爬山 然後做個互動 然後 我用一種很生活的方式 休閒方式 陪他 我不會累 如果我用一個工作 我一直要 瞄著你的口袋照 我很辛苦 對不對 人跟人的互動 也是這樣 人跟人是最真誠的 難得到部落裡面 我們的熱情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每次來的 我們就是要去生活 千還是七次 對 所以我們不會往那個地方去 他們有點 喔 我不太熟 你不要來講 你不要來講 其實他們也是一種方式 是吧 這也是我想要回應一下 因為我畢竟 我進部落大概三年 那我之前其實 我自己在台北市 那我也是上班族 那就是 後來避遠機會 到部落去 那我覺得部落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們在生活 他們不是在營利 他們是在在地生活 所以他們過的是他們自己的生活 那我們去 我們是去體驗他的生活 我們不是去觀光 我們不是去特別消費 我們不是去做什麼 我們是去體驗他的生活 我覺得這是他們 營造出來一個很棒的地方 所以你去住的民宿 其實就是某一個人的家 他的小朋友去念書 所以他空了一個房間出來 那你就進入他的家 跟他們一起生活 你不是去 你不是客人囉 我去那邊 我住在這邊 那你要招待我什麼 不是 就是進那個打光波羅廚房 去做的民宿 不是這個樣子的 你就是家人 你去 就是住他們家 然後你就跟他們一起生活 是這種方式 所以還蠻不一樣的 不要期待說 去了是飯店級的 或是一般民宿級的 那種圖書不是 就是家裡面 我有多了一個房間 那你就跟我們一起住 跟我一起生活 我覺得他們很強調的是這個部分 什麼都要營業都會被壓力太大 我們就要 就是生活而已 要營車而已 要營車而已 那是我第一次 那是我第一次 離家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工作 那那邊帶給我很多很多的回憶 那在吃的方面 我就有那些機會 比方說剛剛就是有展示那些衣豆啊 還有那個 索免豆 索免豆 20塊的融蟹 我可能可以吃好幾天 因為就一大把 然後就會吃到飛魚啊 然後他們有獨特的 他們自己的煮的方式 然後你就會學習到 那我想表達是說 其實那樣的一個不同 我平常所吃的食物的那些回憶 是滿滿的就是跟著我 那是就一輩子的回憶 所以我會覺得說 嗯這些菜 嗯如果到城市來賣 其實還不如說 我們去那邊當地吃 那你在當地吃到了一個 很特別的菜 那樣的一個回憶 會是永遠跟著我們 那你會 尤其是你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那個才是永久的那個 比方說義豆 我直接想到 不會是你們 而是阿美族 因為我在那邊吃到的 所以我會期待是 你們跟他們有比較不一樣的食物 或是只有你們那邊才有的 嗯包括他們醃那個筍子 就是有一些筍子 它比較出筋 它扣 他們是用燙的 然後醃成那個 有點酸酸辣辣的那個味道 就是我很喜歡 那有一些食物是 你吃不到的 只有他們自己的生活裡面 才有在吃的那種食物 我覺得那個才是我很 甜美的一個回憶 那我很希望說 欸是不是我們這樣的也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方式 會比較是一個深刻的記憶 然後也會去跟人分享 或是把不同的人帶進去 那以我自己來講 我自己要過去那裡 其實我是覺得不是很容易啊 那如果說欸 比方說 就是像你們 就特地的活動的時候是 有一部遊覽車 就Bus 就讓大家預定就是在那邊 然後就會帶你過去 然後把我們帶出來 那這樣子就是有一個交通運輸 那我不曉得說 政府自己在這方面 對你們那邊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大眾運輸 那如果政府那邊有 你們就其實也不用說 你們是做政府的大眾運輸 就過去 那如果沒有 變成說我們就是在特定的日子 安排特定的遊覽車 在你某個定點 然後接大家過去 然後在特定的時間 會接大家回來 那這樣就是對我們這種 就是如果個人行動 或是約幾個朋友 然後沒辦法開車 也不會造成你們那邊 就是說 停車的困難 或其他相關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方式是還不錯這樣子 有這樣的想法 謝謝大家 謝謝 對 其實我剛剛也有分享 其實我們會 會在定點 就是叫楓炎火之戰 我們有算過那個基礎 南部上上來 北部上上來 差不多一點 不會濃厚 哪怕是北這樣 大概是要公園這樣 對我們來講 也不會太遙遠 我們從那邊 剛剛好 這個有經過精密的 體驗跟設計 因為我們要生活 不要為了 就變得很勞累這樣 很幸福 所以那個 我們是有這樣 定點 我們這邊去接 我們要看人數 如果是我們是 下行車這樣想想想想 游泳車那個就太大了 然後其實在部落裡面 你說的那個食物 我就剛剛有特意想到 蔬菜也不夠是生物 它的本質是生物 我們看過蔬菜 它不是買賣 或者是營利 不是 所以我們要建構一個這樣的 產銷 我不想用產銷 因為這兩端的人 是怎麼把它拉在一起 去看待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又一直 來生活的方式 這個就是我們想要營造這樣 不然我們就來 來部落裡面 來這邊就是很生活 然後就 弄出一道菜 我們就這樣 在那邊吃 就是這麼簡單 不會用客運 很硬的那個活動安排 就是很自然流露的這樣 是這樣 剛剛開始很陌生 後面就 還來熟悉就要離開 那個很依依不捨的樣子 我就喜歡看那個 人跟人的記憶變拉近 你知道嗎 不只是我們 屋落跟層次怎麼樣 層次裡面 就很舒服 你會嗎 你會覺得嗎 大家都非常忙碌這樣 然後突然是 早上每天 每天都是這樣 在過日子 就有點無聊 人本來就不是這樣的 不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 要互相給更多的機會 看到彼此 是嗎 每年都有 可愛的地方 互相欣賞彼此的可愛 不要忘記 人感覺的地方 我當時被欣賞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滿可愛的 我們就會越來越可愛 大家就會非常可愛 所以我會覺得 好多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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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有個小部長 請問像你們的部長的話 會不會有意願 想要跟女士小林的課程合作 是因為我在我們小學裡面的話 可能會有戶外照做 就是像我以前幼稚園 還是幼稚園的時候 我們就不想要 從裡面拔空 然後就覺得 我到現在就覺得 真的很深刻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你們想要 就是 過了生活的話 我覺得從這樣的小地方 就是 大家回來裡面的話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然後像大 雖然我現在是大學生 那 在學校有控制 教育課程裡面的話 那有一些安排 也是讓大家去 光牌出來 然後光牌之內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因為我剛好有認識的老師 有在說 在笑什麼 我是覺得如果你們有意願的話 我很樂意就去幫你介紹 讓老師在認識 這樣 謝謝 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 這本來就是我們要做的 只是我們要先建立關係 有一些 這都是本來 就是我們要常忍看來 我們怎麼讓更多的後代體生 可以 就是先認識土地 這個環境 你要先認識我們生長環境 因為我們常常忍的生長 太跳躍 你知道嗎 我們那組有教育給我們 就是突然 欸 幹嘛 就要上面 數學啊 那組的東西 還沒有認識這個環境 還沒有認識什麼叫生命 什麼的 就開始跳躍一點 我們當然會變得 很不知道我是誰 所以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很樂意 就看 我的電話在這裡 不過如果也不遠 我們其實常常會有一些 像外面的小朋友 我們非常樂意 我們就跟他們 像一個 像小白 小白去照顏的 這個 我們常常就有照顏 我們特別高興 就跟這樣照顏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你知道我們生根 得馬問協會 那個生根 得馬問就是生根的意思 那個就是長根 因為生根是緩慢的過程 像鄧蔡偉 你怎麼能那麼快 你長得很奇怪 他一定是有該有的一個 生長的一個樣子 我們只要看到更自然的方式 雜根 或者只要看到 如果小朋友 可以這樣承擔一個經驗 他一定會變得 越來越可愛 他會越來越像人 對不對 你直接跳到一個 我就要變成 他還沒有學會做人 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我們很樂意 好 你隨時找我們 我們就 我們就 吃還是最重要的 要不要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 岳交 介紹一下 那我介紹一下 這個是義豆 那這裡有那個 這裡有一個義豆的食物 對 對 那他可以做 然後我們就做兩半或者炒肉絲 那非常 他非常的好吃 而且我們這個在北部人家非常喜歡 因為他非常的可口 好 他很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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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就不要做派適什麼的 然後這次拿花是因為我們很敢 那個廚房媽媽在蒸的時候 當有一點過 我們還要並做偏織課 所以他們就一邊偏織 然後有的媽媽就一邊幫我去蒸一下這個 然後回來就是 因為他要比較冷一點 他比較容易凝固 所以他比較帶水水的 那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在原住民裡面 我們都是用烤的 或者是用 就是很簡單的 其實沒有加太多的調味料 可以這樣用手嗎 看你們 看你們 我是因為想說 本來想說買個那個什麼 後來我想想 你們用竹籤跟這個 用手這樣子沾就可以了 好嗎 可以吃嗎 對 現在就可以吃了 對 對 對 看你身上的衣服 你就知道顏色 對 那稍微其實也可以 就是有問題 都是可以繼續問的 但是希望你能夠大聲一點分享 因為其他人可能會有類似的 那我要強調這個南瓜 也都是沒有打藥的 那我們 我們覺得這是沒有打藥的 自己動手 可以 我們強調的是無毒跟重 我們沒有強調說有機會 所以 一定要經過一次才認真的 所以啊 吃 因為吃 我們的距離就更接近了 哈哈 哈哈 來聽聽還有說 可以 可以 好 欸 就大家一邊吃一邊 我講一講 有興趣可以聽聽聽 就是那個 這個液豆啊 我今天廚房媽媽在廚房切 一邊切的時候 一邊切我一邊訪問他 嗯 其實這個液豆我們自己種大概 大概 今天才 然後煮來吃大概 大概半年的時間 然後他比起一般 你用用肥料的 呃 傳統農法比起來 時間上是 比較長這樣子 那 這個液豆有個 不過液豆有個很好的優點就是 不管怎麼樣 他都不太容易被蟲吃 所以 這個也是 呃 平常你都比較 都是沒有農藥的這樣 嗯 然後 然後 就 大家 可以 吃吃吃吃 所以 哪個的機會 我不會常常來的 做的出轉 可是有飯後 下一位年紀可能要自己照顧 我幫你找個沒有的 這邊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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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就放一次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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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再加醬 好 可以嗎 呃 然後還有剛剛提到 那種 金金菜菜啊 如果我們前兩個禮拜半的時候 呃 其實不只是到豐原火車站接人 天然 其實有幾個朋友 呃 去聖剛 聖剛接來的 他就是我們說stad的訂戶 可是他其實是 呃 老人家 圈村的 墻北 有兩個長貝 就是你所知道 那種香藝很重的長貝姆 這樣子 其實你可以想見 他平時很少 他沒有沒有這個機會出門 其實他的 他的老伴也可能年紀也大也不方便開車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特別去接他 他來部落雖然老人家參路也沒有辦法走很長 可是我覺得對他已經是很好的休閒了 他可能平常他們都是 就是不認識我們他可能真的不容易出門這樣子 對啊 那其實建制說他第一次去送菜 他可能一直去眷村裡面 然後問人家那個收菜的人吃住奶 因為他地址沒有寫沒有寫西儲這樣 對啊 他就是透過這個過程很有趣的就認識了人家 所以如果在吃本師分享享受的時候 再配有一點歌聲 美妙的歌聲 那這個 哇 很強 那你無愛 喔 你呀那呀 嘿嘿嘿 他會不會把你們都弄成這樣 好像你 不可能 你們的家鄉在太重視 我們的家鄉在擔心 從前的時候我不知道 現在就是一家人 手牽著手 肩并著枕 輕輕輕地唱出我們一個聲 團結起來 相親相愛 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 現在還是一家人 明天也是一家人 火天還是一家人 天天都是一家人 嗯 嗯 謝謝 呵呵呵 我說嘛 對吧 吃 對 我們剛剛說 就是這樣的一個 剛剛就是我在送配送菜的一個經驗 然後是我自己親自送的 然後那個過程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已經不煮菜這件事 所以我們只會去吃外食 我們只好進入一個非常不迷的狀況 你看那實際上的問題沒辦法 所以我發現別人在配送的時候 都會說因為我沒有煮菜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就找不到一些支持的人 那我是覺得我們這個平台 還有一個意義 這樣的意義 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把大家再拉回廚房 把那個廚房以前的熱情 從新甚至透過這樣的一個交流 從新把它找回來 你知道有很多 我們家人的情感 真的是不要來自於那個桌上 可是當我們都外食的時候 你看爸爸也要在外面上 媽媽也要在外面上 兒子也是不回家 這樣的一個感覺 是當我們學會的 更比較淡薄 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我們希望是透過吃 蔬菜 它背後其實有很多 很多我們可以先討論的問題 它絕對不是這麼簡單 吃吃吃就多這樣一件事情 它有一些 我們生活上 我們應該要一起去練習 一起去學習 那我們有一次吃過了 我就是看你們還有什麼問題 你們如果回想得很熱烈的話 我等一下會用泰雅銀唱來祝福你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就收一收就怎麼回家 快點問了 快點 為了我們的泰雅銀唱 有沒有人有什麼進一步的問題 想要詢問Gro 很好 謝謝 你可以多吃一塊 其實也不是要詢問 因為我發現就是整個觀點裡面 從你的論述觀點 從生活開始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 所以你剛剛提到的 就是你的耕種 耕種的模式 那怎麼樣的想辦法 可以去跟市場做個切根 那這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因為居然是講生活 就是生活的安定性 生活的愉悅 生活的快樂 那還有對於這個永續的發展 那我就很想要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鼓勵 因為這個聯合國人和主席 在今年在談家裡農業年 其實事實上主要在談的 不是跟家裡農業年 根本沒有關係 最重要在談的就是農業多養性 另外的多養性帶來的就是種植多養性 種植多養性 影響了生態多養性 生態多養性 也影響了就是這個種植多養性之後呢 產生了這個我們食物多養性 食物多養性 產生了我們文化的豐富性 文化豐富性造成我們的舌尖上的風刺 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這個非常有意義 加油 謝謝 謝謝 他是漫長搖眼之路 可是我們做的太遠 對 好 剛才這位朋友我可不可以插一下話 就是你剛才講到那個循環對不對 就是從那個食物啊 人質到文化 就是講到說道理 文化多養性 可是今天其實你從那個 深圳德馬分的這個協會 他的那個 他的作為 以及他的想法的那個 動心情願開始 你就會知道 其實是因為維持著文化上面的多養性 所以他們會理解生物多養性的重要性 所以他們會了解如何去附贈那個 食物上面的多養性 然後再回過頭來對於那個土地的保育的 這些事情才能夠有更多的貢獻 所以他結合到了生物多養性 所以其實在全球 現在呢就是過去我們都認為說 原住民住山上嘛 那所以要是碰到一些什麼的天災人物 碰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那原住民上山 應該就沒事了吧這樣 可是我們從來都不了解就是 其實在現代像剛才這位 我們講到的不管是聯合國 或是全世界最 就是最我們說最進步的 關於在農業或是科學上的研究 都告訴我們說 只有維持著原住民在他 自己的土地上面這種文化的多樣性 然後不受到 當然他會受到一些影響 但是他的文化能夠維繫 這樣子的物種的多樣性 以及糧食的多樣性才有可能 那這種大概是人類活下來的 唯一的輸入 那但是我們有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剛才大哥講的 我們今天講的這些循環 就是那個土地健康 食物健康然後土地就會健康 土壤就不會污染 水就不會污染 下游的人喝水就不會污染 吃了食物就會健康 然後身體又會健康 這種循環其實最終還是回到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願意要我們每天的食物這件事情 跟消費這件事情來支持這個循環 讓他可以持續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重要的 另外剛才好像有人舉手是嗎 我可以來分享一個是嗎 就是我們做這個配銷從今年開始做 然後一開始就像我們是會找我們的朋友 或是一些親戚我們來試驗 其實因為我們第一次做 我們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經驗 我們真的是循環練剛才做的 那我們前前後後再經歷了 訂過我們菜大概有兩百多個 可是現在真正留下來的 大概只有三十多個 那我們也嘗試的 我們就去跟曾經跟我們訂過菜的 來座談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結果很好玩的他說 他的小朋友就跟他講說 媽媽你能不能買一些正常一點的菜 你知道 他覺得我們送給他的菜 跟市場的長得不太一樣 因為市場的菜又漂亮 然後又乾淨 然後又沒有蟲 然後又不會有洞 可是我們的菜呢 因為他是經過比較多時間的成長 所以他基本上他身為有一點比較硬 然後他可能會有蟲咬 然後他打開菜的時候 可能還會有蟲在裡頭 然後小朋友就嚇到了 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他不敢吃 所以他就跟媽媽說 我以後能不能吃正常的菜 你不要再買這一類的菜 所以我們消費者對於菜的看法 跟我們想要推往他說 其實自然的菜 它本身應該有一點蟲咬是正常的 裡面會有一些蟲在裡頭是正常的 可是消費者他沒有辦法接受這個正常 他覺得應該要沒有 你要把它都處理掉 到我手上 他就是乾淨了 他就是可以吃了 我不用經過太多的整理 大家都求一個比較方便的防水 所以我去跟媽媽的店戶作談 對我都發現說 其實真的是還蠻有趣的 消費者 有些消費者對於菜或需求的觀念 其實是蠻不一樣的 那就像剛剛老師說的 其實這是兩鄉的觀念都要有一些改變 一定是消費者必支持這些東西 這個東西因為他有經濟 每個人都有經濟上的壓力 我可能大多數人都願意做傻瓜 在這條路上堅持 因為他有生氣的問題 因為消費者的口味是這個樣子的 我要看到乾淨的菜 我要沒有蟲的菜 我要怎樣怎樣的菜 那農民或是那個生產者 就是以市長上的需求啊 你需要漂亮的菜 你就撒一些把這些蟲去掉的 你要乾淨的菜 我就用什麼樣的方法鋪 鋪那個塑膠布啦或什麼 我就種出這樣子的菜 來合適的需求 所以我們剛才做 其實我們做的還蠻 一開始被人家笑還蠻堅持的 而且還蠻傻瓜的 因為這個沒有什麼利潤 一把菜30多塊 然後其實你前面要花了很多工夫 你要去種它 去整理它 裁了之後你要去領它 去包裝它 然後你要運送它 他中間是很多過程 可是真正呈現出來到市場 一把可能30塊 可能50塊 那它中間的利潤到底有多少 其實很高 可是它真的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怎麼樣去 讓消費者可以知道說 你怎麼樣去吃 然後你怎麼樣去消費 其實你是真正支持的後面 整個在生產端或在網路排列上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 這是我們前面去座談的時候 我們噴到還蠻有趣的一個回憶 非常謝謝 不好意思 我又想講話 沒有 因為我們也很想聽那個太陽股票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就是我想說針對那個 剛剛有提到一個多樣的這個 就是讓我想到 我剛剛一開始想要表達的是 我希望可以去挖掘那個 因為現在就是在做這些菜養的 就是它有一個年齡存在 那我想要的是 有沒有比較挖掘更早 就是說他們可能年紀年長的 他們以前吃的 然後現在這一群沒有人會做 那我想要去挖掘這一塊 那這樣子或許他們有一個 像他以前很想吃 然後他一直沒有機會吃 那那樣的菜養會是一個 很長久的回憶 然後去推 那我想要回憶那個 剛剛應該怎麼稱呼 惟芳姐 她剛剛提到就是說 那個蟲的問題 那我自己會覺得說 我們我不曉得有沒有可能 就是說我們是幫他們準備好 盆栽 然後準備好土 準備好菜苗 然後他們是在家自己種 然後我們就是把他配送過去 他自己種 讓他去感受說蟲子會來 讓他感受實際的感受之後 你有這個生成的體驗之後 蟲子之後他就相信了 因為是他親自種的 就是我們現在像我們這一次 就是我們不是第一次掃 然後第一次種 那還沒有收 大概是可以收了 那你就真正的感受到 那個是親生的感受 那你才有辦法知道說 什麼叫做有農藥 什麼叫做沒農藥 你是要親生體驗 不然我們再怎麼講 都就是他自己的親生體驗 才是最真實的 那我想說 如果我們可以發展這一塊 就是自己在家種菜 然後我們都幫他萬事俱備 也告訴他怎麼種 然後讓他去體驗說蟲子來了 什麼來了 然後你的菜怎麼了 然後那個艱辛的過程 那真正體驗之後才可以感受 他的珍貴跟價值這樣 謝謝大家 我可以再回應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在配箱的過程 就是一開始 其實這都是親朋好友 然後最後我們會常常得到一個 就是得到一個 我很不好意思的回應 他就說 我可以不會不要再訂了 我們家冰箱滿滿的都是菜 因為他不煮 他沒時間煮 然後菜已經收到他家了 他也還是一樣沒有時間煮 所以他整個店家都是菜 然後他一開始是覺得 這個裡面很好 我要支持 可是在實際的生活 就是在都委屈的生活裡頭 他們常常也是有很現實的問題 他可能加班到七八年 然後回家 我那有時間在做菜 然後我的冰箱裡頭 那些菜就看著他 就這樣爛掉了 那我們在我們自己的理念上面是說 朋友支持是OK 可是真正是你有需求 你真的是在吃 有需要吃的 你再來訂 這才是符合 我們跟生活是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會有兩百多個訂 到現在我們吃下三十多的 當他很不好意思 跟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就說 對對對 你就是不要訂了 因為你根本沒有在煮 那你這樣子 其實也是浪費食物 我們也不希望是有產生浪費食物的 這種現況來出現 所以我現在想說 你這個想法是很好 可是如果他連菜都不煮了 他有辦法自己去種嗎 不是要體驗 對那個主要是 因為很多家長其實很希望 小朋友可以來體驗 這個只是一個過程 就是長期的啦 謝謝 非常謝謝 所以我看如果大家手邊 剛才有拿到配送大台風地區 你會看到現在你要去訂的時候 可以是一個月 就是說你是四周對不對 可是你當然有可能在這四周 你訂到的菜的分量 你可能會必須要煮到兩個月 因為你可能煮的頻率沒有那麼高 那其實這是可以的 所以現在就是舊部落他所設計的這個 不管是一個單月的或是一期 或是像半年這樣子 其實都可以讓每一個消費者 他自己是試試看他的情況 如果一開始都是現在 假設現在都是外食的 你一方面很希望能夠支持這個部落 然後再來希望知道說自己這樣 就是自己煮的話會比較健康 但也許你想要先嘗試的話 就可以先試試看那個一個月四周的 那就可以稍微去體驗一下 那我覺得很累 這個半年再來訂的一個月吧 我想應該是可以的 那在場還有嗎 可以有什麼要回饋 或者是那個已經要預訂一月份 那個清淨菜在旅行中的 我還有20多位 有嗎 有嗎 那可以要到什麼樣 今天在那活動 我覺得 這怎麼講呢 上一次兩禮拜前辦的時候 就是我可以 所以我自己的觀察是來個朋友們分成兩種 一種是 呃 可能比較長輩的女性 然後 你可以想見他一輩子都在廚房 他很長時間都在廚房 所以他很會做菜 他進廚房就非常輕鬆的 然後跟 多數朋友他們聊天啊 然後講你是幾年幾班的啊 可能就是 我比你大我應該叫你妹妹啊 你要叫我姐姐啊 這樣子之類的 可是另外一種是 年輕人 可能跟在座幾位年紀比較相似是 完全沒有下廚的 那個拿起廚具就是生疏 看得出來 那 可是我覺得在部落的 可能比起在 到都市來會不同的是 部落的 我覺得那個人際的接觸跟溫暖是會 化解那個僵硬的 就是 大家跟著媽媽們學做菜 媽媽們也其實也不會 也不會嚴厲的斥責你 生意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是 你就是很像 很親切很像對待他的小孩一樣 這樣子去跟著你一起去 就是說我覺得就算不會做菜 也可以來 這個活動體驗 那如果機器你對你做菜的興趣 或者是 有條件可以去在現實生活中 還是有抽點時間來做菜的話 我覺得都會是 好吃 那像用盆栽種菜也很好 我覺得 可能沒有任何一個賣蔬菜的團體 又像我們一樣也鼓勵消費者種菜 但是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種自己吃那個事情的意義 跟你去跟別人買 不論有機無毒或你跟誰買 那個都不一樣 那個都不一樣 你自己種自己吃是 完全是另一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在宜蘭中 中米算是第三年 我跟朋友合夥中 就是那個 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而且當你賣出去的米是 呃 我以前是做社工 就是我的薪資就來自補助 就是那個 給計畫書 可能有些人會知道 反正計畫書就是做文比賽 其他報告書也是另外一個作文 所以 可是就會覺得說 自己心裡都不太踏實 可是當 我自己在賣移 一包一包賣出去 那個 錢會進來的時候 那個 我覺得那個才是穩的 你知道 那個才是真的 真正的 那個 踏實的那種價值這樣 那我覺得自己種菜也是 一樣 我覺得任何 就算是故事 如果有機會啦 有空間可以 用陽台 一部品種菜都很 自己吃都很重要這樣 像我們 呃 我剛才提到那個眷村的兩戶人家 他們就 我後來也是他 他到部落來 我們跟他聊天才知道說 他不只買我們的菜 他還自己在 用那個眷村的屋頂 自己做菜園種菜這樣 就是 對 然後 我覺得那個很感動的是 就是他 對他演的是一個很正常的生活 生活形態 他似乎 我不問他 可能也不會說 他覺得那個 可能那更沒什麼好看的 這樣子 還有嗎 最後的機會 對 那如果我們剛才已經累積了幾個問題 這樣我們有夠資格聽到太陽不掉嗎 就算我們不問我們還是要唱歌 我愛唱 哈哈 然後從剛剛開始有一點覺得 哇 這裡是只有幾個人 就好像有點落寞 一直到現在就那麼熱絡這樣子 非常謝謝大家的就是孕兒參與這個 其實你大概剛開始看到青春災災 這到底是什麼 大概大家就比較會去理解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 剛剛那個盆栽的也出現了 對不對 很多的想法就是在這樣一個平台 有很多不可欲情的東西都產生 就是我們都會透過這樣的討論 或透過這樣的教育 永遠都想管怎麼出現 這就是我們一直要期待的 我們並不是要這邊說 因為要賣蔬菜啊什麼的 然後思維也說 對啊 那幾根菜葉沒有多少錢 可是我們帶的是整個理由 我們在這邊 跟一群有一個人在那邊 透過幾個小時時間去討論這些問題 讓我們這個社會有更多不同的一些 可能 我們大家都是 後來這邊也都不太一樣 有的會是想要去 所以我上次來就很興奮 然後我只能夠找到那個同學 你還在那邊很想 你謝謝他才 還沒有請他吃飯 然後所以我就很熱意的想要去 去找葉椒 找誰就來這邊 然後去看看這名歌了 當然知道我用開來音唱來給配歌的 雖然沒有什麼掌聲 對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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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音唱喔 其實 它會是就是 其實在部落裡面列為一字 我們其實是用音唱來講我們的意思 我不會講很久 我會講很久 因為大家還要回家 我會祝福 我等一下會再翻譯一下 我會有兩段來祝福各位看的 很有效的 當時我到部落的時候 有很多團體都到部落裡面做教育 有一個中年大學 大士的 然後我就用音唱祝福他們 然後過幾個禮拜 大朋友會說 姐姐媽媽 謝謝你 我們全都趴 全部畢業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是我效的 你不要理我 我就唱兩段 祝福電話 都會這樣 我真的會唱到 就不相信 我跟你們說 我和你的我想 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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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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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啊 老輝書那我已會啊 那我的辛苦 謝謝 兩遍 兩遍 第一遍就是把樹 把樹就是我很高興 然後你們給我這個機會 帶我部落北的兄弟來這邊做一些教育 然後讓你們有機會 聽到大家精采的幾個人這樣 謝謝你們的 就是所以我很高興 我也歡迎你們大夫 這是第一遍 第二遍就是加油一次 那不管是有沒有進來的 外面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人群 都應該被政府 我們在各地的努力 咖啡制的影響力 或是你自己的專業 我們讓我們這個社會都很美好 所以我們一起加油 我們祖明都祝福大家 謝謝 非常謝謝建築大哥 不曉得那個瑞夫的路立方 然後玉驕還有小白 你們有沒有什麼就是話 想要跟我們幹什麼朋友說 其實真的還蠻謝謝大家來參加 這個其實真的還蠻謝謝大家來參加 那因為在推廣這個東西 推廣這個裡面 真的是還蠻不容易的啦 那每一個每一次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都很希望也很願意出來 跟大家做一個溝通 然後也了解一下 就是我們在做的這個過程 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 就剛剛提了 噢 盆栽啦 或是什麼樣子 都是有一些可能性 然後譬如說 小朋友的教育 這其實就是我們曾經思索過 然後可能也是在慢慢後面規劃 怎麼樣讓小朋友從小 就跟土地其實產生關係 因為我們真的現在 在上班的這個聯名城 真正會主菜或是土地 有相關性或是有興趣的 真的是很少 那如何可以從翻轉到的東西 其實真的是還需要一個長時間 做傻瓜 才可能去達到一些可能的一些成效啦 所以我們今年算是第一年 開始在推 會開始在進行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想我們會繼續當傻瓜 然後會堅持這樣的東西 然後也希望大家給我們多多福利 謝謝 好啦 我講的會很簡單 就是今天除了蔬菜土地環境 是我們現在在面對的議題之外 其實我覺得在部落裡面 我們協會簡單在面對 面臨另外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很多議題在面對 包含有助理議題 應該怎麼發生的 或是說 在教育啊 或是什麼 我覺得 有機會可以來山上 我們來多聊聊 因為我們其實 更習慣的是在山上 陪著這群朋友 我覺得他們的關係是好的 我們 我們常常就是 有時候冬天來 朋友一起來 我們就是圍著 圍著一起考火 聊聊天空 我覺得這是更自在的生活方式 跟更自在的教育 都得到的方式 對 然後我有機會可以請你們來山上 謝謝 好 非常謝謝大家好 那我非常歡迎你們來到部落 那我覺得你們親自到哪裡 我覺得因為現在剛好是我們 最有名的鐵士的產期 那因為我個人的是 其實我也是 本來就是做鐵士的 但是因為我今年 今年我老公被 生根的盲目塗害這樣 因為他 今年就 一下子就給我轉 至無毒 無毒的 然後人家在忙 可是我都已經踩完了 對 所以沒關係 所以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 既然他想要走這個 當然我就是支持他 人家已經忙一個月 我三天就已經砍了 因為我的日子都不完畢這樣 但是我覺得 還好啦 我覺得 既然他希望是 都不用打藥 我覺得最起碼他先賺他的健康 所以我覺得OK啦 但是他不知道菜 他不知道那個菜 我賣廚房的菜 他待會他就問我收多少錢 我剛剛講 36塊 三把青菜 36塊 因為那個來廚房不是 不是一般一把二十五嗎 因為我們 我老公就以為說 他那個青菜 一天可以賺一百塊 我說36塊錢 對 所以沒有關係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本身 在廚房做那麼多年 然後我也很支持 我也希望說 再跟我自己的土地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我到時候 我那個園裡 可能就變成昆蟲 大概昆蟲還是動物園之類的 所以其實 其實剛才做我也滿害羞的 因為我今年不敢七三上 因為每個人通道 我說我太太 我太太 你這個不是這樣做 你可能是什麼要沒有打到 什麼要沒有打到 然後我說 那我不好意思跟他講說我在打 我說我是那個 我是自然農法 我也不好意思講 所以我那時候大概 兩個一 我都不敢七三上 大概一天還不知道 我就去一下下班 我趕快就回來了 不然人家就騎摩托車 一直追我們的太太 快點啦 選擇不是這樣 你可能沒有怎麼樣 其實我們自己 就是做了二十幾年的 因為我都是冠型農法 那我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的眼裡旁邊都是打 都是打無藥的 就擔當我那一家 還有隔壁一家 就是我們想說 因為慢慢大家也知道 因為他們看我的葉子 也知道這個應該沒打藥吧 然後跟這部落說 我老公就是 遺農嘛 就是 不是講遺農 也是懶惰的人 是很懶惰的人 但是 其實還是 我覺得還是有方法 我覺得那個 他就說他早一年做 也許 他說給人家笑我沒關係 那我就想說 好啦沒關係 就幫他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跟劍志討一口飯吃 好 那我就真的是希望 在冬天的時候 我們再辦那個 冬天的那個青青菜菜 那我歡迎你們來 然後我會帶你們去 去我的山上找點菜 我山上可能 有眼睛蛇喔 真的 那可能也有 會啊 你知道我去山上 怎麼去山上嗎 我都這樣去 因為都是草 所以我就很怕有蛇 好 那那個 沒關係啦 我趁著你們來山上 我會好好的招待你 我不會唱剛剛那首歌 我會開心的 好 謝謝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那個聖根葛瑪溫協會的 就是不同的朋友們 大家下次在山上 要是看到那個 那個那個 看起來非常乾淨 整齊 好 就是看起來就是有農藥 處理過的田 旁邊有那個雜草重生的 你要知道他的主人 並不是懶惰的 因為他要把草的時候 可能其實是更費力氣的 然後他是一個 什麼樣子的心情 在面對著他 在寶貝著 以及照顧著他這塊田 那今天我覺得就是 協會帶給我們的 其實不只是在那個物品 就是在物質上面 去治癢我們的身體 他們所告訴我們 他們生活那種方式 其實也在治癢我們的心靈 跟我們的精神 那我覺得剛才大隊提到說 這樣子的生活方式呢 只是想要剝離市場 對我們的控制 不想要讓主流 那種很奇怪的 菜要怎麼長什麼樣子的 那種神秘觀 奇怪的價值觀 控制了我們 也不想要讓這種市場 來控制我們 甚至不想要讓這個主流社會 或者是去想像那種快速的 步調的賺錢的 這種模式控制我們 甚至不想讓 比如說在場的各位 我們進去 然後變成觀光客 不想要讓這個影響的 控制了我們自己生活的步調 這種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 跟做自己的主人 那這種不想要被控制這件事情 我猜大概也是台灣 大部分的土地 在這麼就是幾千幾百年來 然後現在這種非常密集的開發 或是都市化 或是被很用力的使用的 這個過程當中 也許這就是土地的興起 他不想要這樣子被對待 他也希望有他的生活的步調 他也希望有時候他可以休息 他希望那個有多樣性在他的身上 因此他的那個定力 就仍然可以維持他的 他的豐饒 他就可以持續的產出 而不是說很快的就被浩劫 然後就失去了他的生命力 那我們怎麼樣才可以 真的就是脫離這樣子的步調 然後脫離那個外加在我們自己身上 然後真正的成為自己的主人 那我覺得今天我們得到很多的啟發 而且其實我真的必須要說 就是因為剛才有提 像小孩有提到說 其實這當中介紹很多的問題 絕對不是只是今天所看到的這樣子而已 還有其實還有包含的一個部落 台灣的一個原住民部落 他如何在這樣子的那個大環境當中生存 就因為我還記得大哥 剛才秀出來的那個照片 我們在照顧老人家從那個地震之後 或者是我們照顧這塊土地 然後有老人家去幫忙拔草這樣 那個這個土地跟那個原住民 其實有點像 就是他其實是需要被照顧 因為他那個土地有點被耗盡 那原住民被這個獨留社會 跟國家的那種政策就是衝擊非常的 非常的強 但是一方面呢 我們是從他們身上得到東西 我們有智慧 我們有那個怎麼樣去照顧土地的那種生態的知識 是從這老人家從土地當中得到的 那原住民給這個主流社會的 其實這貢獻其實也是在這個 就是那種很深刻的那種知識 以及那個智慧跟土地跟人的連帶的關係 過去很可能是不受重視 或者其實是被剝削或會被壓抑的一個部分 但是他的生命其實是一直存在那個地方 那重點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看見 我們吃到了但是能不能感受得到 我們聽到我們聽到了什麼啊 那所以希望我們將來還會有更多的機會 不管是邀請等老人協會的朋友 那其實要他們下來一趟當然很辛苦嘛 除非他送菜有空檔順便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不然當然就是歡迎大家 在不打擾他們的步調的那種狀況之下 有機會上去你一個朋友去拜訪 拜訪他為我們照顧的土地 照顧的那個蔬果然後我們也認識 也許還可以換工一下 如果剛好是龍馬的時候呢 就是既然住了借待家庭嘛 那隔壁就是一大早去八草嘛 對不對 那用這樣子的方式也許那個 包含那個真正的生活體驗 他就會讓都市人或者是說 其實已經離開這個土地很久的人 可以重新呼吸到什麼樣子叫做生活 那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就是大家前來 然後享用了這樣子的那個服務的師 然後也得到這樣子的洗禮 那圖位請大家再用熱烈的掌聲感謝 謝謝 然後我們就到這邊這個老闆 大陸公交給參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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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